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皮尔论道 The Pears Channel 我是Pears 今天又到了财经新闻头条系列的时间了 那么这个系列 我们会截取主流的财经媒体 当下热门的一些新闻话题 那么在读新闻学英语的同时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基础的 这个金融的投资的知识 那么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 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订阅键 这个subscribe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两个系列 就是跟我读新闻系列和这个英语演讲的系列 如果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的链接 查看一下 好那我们开始吧 今天第一则新闻呢 是这个截取这个Financial Times 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 一则关于Tesla 特斯拉的新闻 那么这个title 标题是Tesla spurned in S&P500 reshuffle 然后副标题是 Car maker met eligibility criteria on profits but index provider at three smaller companies instead 好那么他的意思啊 这个特斯拉在标普500啊 这个指数的改组中啊被拒绝 那么即便啊这个汽车制造商符合啊这个利润资格标准啊但是呢这个指数的提供商啊啊却增加了另外三家这个较小的公司啊这是今天的这个标题 那么在分析这个新闻头条的这个之前呢我们也是啊同样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新闻的背景啊 我们呢知道这个Tesla呢是一直啊希望他们公司这个股票啊被纳入这个标普500里面啊那么所谓代表了这个行业的精英的啊这样一个指数啊那么Tesla的公司最近的这个财报啊啊显示他的这个利润呢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啊 而且呢Tesla的这个市值啊啊他比这个标普500啊指数里面最小的公司啊要大超过100倍啊就是marketcap啊但是呢仍然呢是被拒绝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复习一下啊这个重温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三大指数啊这里提到的这个standard指数啊 就是标普500啊就是标普500啊是这个啊衡量啊美国这个500大啊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表现的指数啊那么算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这个啊他这个美国这个股市的情况啊那么其他的两大呢我们知道啊非常出名的这个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啊或者是简称Dow Jones 或者就是啊或者就是啊或者就是啊道琼斯啊这个工业平均指数啊或者我们平时所说的道琼斯指数啊那么它呢是涵盖美国这个三十大啊这个公司的股票的一个指数啊这个道琼斯呢在创建之初啊啊都是这个工业股啊那么现在呢也包含了一些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一些科技巨头啊 包括了像Apple啊Intel啊Intel还有这个Microsoft啊就是微软都是归纳在这个啊Dow Jones里面啊 另外第三大呢是这个NASDAQ Composite Index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啊或者平时我们说的NASDAQ 那么这个指数呢是涵盖了几乎所有啊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啊这些高科技啊IT公司 那么这里呢我们是重温一下关于美国的三大指数啊那回到这则新闻呢啊他这个标普的这个指数的委员会啊啊他并没有啊给出这个他拒绝的这个理由啊那么但是呢分析师估计啊啊是他最近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财报的利润呢啊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啊所谓的这个Sell Regulatory Crack 啊就是卖出这个监管信用分获得啊啊那么所以呢他这个盈利啊啊不一定是具有这个可持续性啊啊那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所谓的啊监管信用分啊Sell这个Credit Regulatory Credits啊监管信用分呢主要是指什么呢卖给一些啊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啊就是他不是做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啊但是他们要买 满足这个政府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排放的标准啊所以呢他们这个指数委员会啊认为这个盈利不可持续性啊这个当然是分析师推测的啊啊可能出现的情况 好那我们看看他这节新闻spurned啊就是抛弃唾弃啊或者是断然拒绝啊那么spurned啊就是被拒绝的意思 我们呢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啊Laura spurned Mark's invitation啊就是Laura一口拒绝了啊马克的邀请 好这个reshuffle啊是玩扑克牌的朋友知道啊这是重新洗牌shuffle洗牌啊在这里呢可以翻译为啊改组或者是重组啊它的这个进义词啊我们可以解释为reorganize 这个重组啊这个重组restructure啊或者就是shake up啊都是大概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常听到这个cabinet cabinet reshuffle啊就是内格改组啊就是内格改组啊cabinet reshuffle好那这个meet eligibility criteria啊符合资格标准啊那这个eligibility啊是名词啊资格的意思啊我们常常用到的是eligible啊就是形容词和资格的啊有资格的 eligible好那我们看看下一则新闻啊这个呢是market watch啊一则关于这个啊疫苗的新冠疫情这个疫苗的新闻啊这个title呢是drug companies to issue joint pledge on safety standards to bolster confidence incovid 19 vaccine啊这个制药公司啊将发布啊关于这个安全性啊和标准的这个联合承诺 以增强啊对这个新冠疫苗的信心 好那么这则新闻呢啊我们同样也是讲一下这个这个背景啊啊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这个总统特朗普啊还有他这个cdc啊也就是这个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这个头呢曾表示啊啊这个疫苗啊会在啊11月啊前向这个美国大众推出啊也就是这个所谓的美国大选前了啊那么 那么很多人认为呢这是有政治操作在里面啊因为很可能跳过第三阶段的测试啊那么公众啊对就就担心这个不安全啊疫苗不安全 于是呢很多一些大的制药公司呢啊就打算签署啊这样一个联合承诺啊以安定民心啊消除这个啊大众啊对这个疫苗的不信任感啊 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啊回顾一下这个cdc啊就是所谓的这个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啊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啊这个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啊相当于啊我们中国的这个卫健委了啊这样一个部门啊 啊好那这个里面所是新闻所提到的这个啊参与这个签署的这个大的制药公司啊啊主要他提到有三家啊一个是fizer啊一个是johnson and johnson 还有呢就是最近股票也很红的这个moderna啊啊那么这几家呢都属于啊在这个疫苗就美国疫苗研发走在比较前沿的公司啊啊啊当然呢我们中国也有啊好几家啊排入就是这个前前六名的就是属于啊比较啊就是进入第三阶段研发的啊这个啊公司啊 好我们看看这个issue joint pledge啊发出联合承诺啊那么这个pledge啊是承诺啊保证或者是这个誓言啊相当于啊a serious promise啊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承诺啊一个一个担保一个保证啊 啊那么这个pledge相对于promise或者是啊swear啊来说呢更加正实和书面化啊这个pledge啊好这个是booster confidence啊增强信心啊booster啊是增强加强啊或者是改善的意思我们可以说啊to bolster somebody's courage啊或者是to bolster somebody's morale啊啊增强某人的勇气啊 啊或者是增加某人的勇气啊这个是常用的这个用法好下一则新闻是也是market watch啊啊标题啊是huge swings in optionsoverrun stocksleaf manager baffled啊这个呢期权超涨股票的大幅波动啊使这个基金经理啊感到困惑啊 啊那么这则新闻的啊所提到的这个内容啊和一些背景啊指的是一位这个基金管理的这个经理啊啊他所持有的一只股票呢啊他主要是讲这个salesforce啊这只股票在没有任何好消息这个刺激的情况下呢啊暴涨啊很厉害二十多个percent而且在暴涨二十多个percent之前已经连续涨了三到四个percent好几好几天了 嗯而且他主要是他手头上所持有的呀啊以该股票为标的啊这个看涨期权co option啊连日来呢这个涨幅啊甚至超过了这个股票本身的涨幅啊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并不常见 所以他感到困惑啊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复习一下啊之前我们呢另外有一个课程所提到的啊关于期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啊他这里面这个新闻提到的啊其中一个最基本的策略简单的是buy call option啊就是这个买入啊看涨期权啊 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期权它的价格啊就所谓的premium option premium啊跟什么有关呢跟几个重要的要素啊包括这个啊代表这个期这个股票的标的的啊这个就是代表这个期权呢这个标的的股票的价格有关啊就stock price有关啊还有呢跟这个期权有效期啊就是option expiry啊这个也就时间价值了time value有关啊 啊然后呢还有呢还有就是跟所谓的这个股票的隐含的这个波动幅度啊也就是英文的所谓的这个implied volatility啊就是这个隐含的波动幅度或者是潜在的波动幅度啊volatility有关啊这个是在计算这个期权的价值公式啊formula里面呢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么所以在这篇新闻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经理 所感到困惑的情况呢应该是跟于这根据是跟这个所谓的implied volatility啊这个潜在的这个波动幅度有关了啊那么大家如果是对期权知识或者是期权交易啊或者跟这方面英文相关的一些知识有有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啊我们右上角的连接啊这个查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这个英语方面 huge swing啊是这个大幅波动震荡啊这里指的是股价的大幅波动震荡 overrun啊超出或者是泛滥啊那么在这里呢option overrun stocks啊有两成的含义啊啊一成呢指这个期权呢交易过多啊的股票啊 第二成呢就是期权价格啊涨幅超过其标的股票的这个涨幅啊 好啊baffled是作为形容词是困惑的啊莫名其妙的意思 它的原原词的这个原型的动词啊是这个baffled啊 那么这个baffled可以相对应的这个敬意词啊有我们可以用confused啊或者是perplexed或者是bewilded啊都是困惑的啊的意思啊 那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 那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 the unexpected news baffled me 这个意料之外的消息啊啊 这个使我困惑不解啊 这个是baffled 好 最后一则新闻啊是跟这个美国的大选有关啊 也是market watch的文章啊 啊标题啊是这个biden blasts trump over reported comments on troops and says president has boshed virus response 啊这个拜登啊抨击啊特朗普啊对有关这个军人所发表的这个评论啊 啊并说呢总统啊已经这个搞砸了这个对病毒的反应啊啊好那么同样提一下这个新闻的这个背景啊 他里面有提到为什么说川普对军人的评论呢啊 啊其实这几年他都陆陆续续都有关对病对这个军人的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个评论啊啊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呢 他这篇新闻里面所提到的呢是这个2018年啊啊在这个巴黎啊啊川普去巴黎访问的时候去本来打算去一个目的啊给这个一战这个啊正忙的这个战士啊这个献花啊致敬啊但是因为这个雨天啊啊他的直升机无法这个顺利到达需要坐车啊他好像有点不耐烦 然后就说这个啊去不去的无所谓啊说那些将士阵亡的将士是这个losers and suckers啊啊这是非常非常不礼貌啊这个过火的一个一个评论啊啊说他们是失败者傻子啊当时就已经受到了啊这个抨击啊 那么川普特朗普这个人呢啊他的言论无论是大家知道对种族问题啊对女性啊甚至是现在对军人的这个评论都是非常过火不当的啊那么拜登呢在这里呢就再次提的啊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背景是关于他对这个这个新冠疫情的处理啊非常不当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啊 那么这个连美国啊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认同的啊那么拜登呢就趁机呢也是啊对他做出了批评 说他这个搞砸了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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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病毒这个疫情的反应啊那么尽管啊最近呢这个美国股市啊由于这个科技股网络啊科技股还有网络股的这些表现还算不错啊 但是呢他这个经济的全面的恢复啊还是遥遥无期的 好那么这个我们看看blast啊是这个抨击或者是炮轰啊或者是批评啊相当于啊strongly criticize啊就是我们另外的用法呢 常常常看到类似呢可以说是这个lash out啊或者是attack啊都是这个blast的意思啊我们可以用川普本人呢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啊 Trump's lawyer was blasted for concealing the truth啊啊这个特朗普的律师啊因这个隐瞒真相而受到抨击啊我们知道他的这个个人的律师啊 啊私人律师这个coen啊之前也是判刑了啊好这个bodge啊是这个搞砸了弄糟了啊或者是做事情很笨拙笨拙的去做啊这个意思这里做动词啊 bodge啊相当于英文的这个mishandle啊或者是mess up啊口语常说mess up啊我们可以说呢he completely bossed up the interview啊 他的面试表现啊啊糟透了啊好啊这个呢是今天的这个新闻头条啊下一期呢我们又会继续啊上传这个英语演讲啊的系列啊我们会上传这个mark zuckerberg啊这个主客博在哈佛的啊一篇非常有意思有趣的演讲啊啊那么再次提醒啊朋友们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啊别忘了这个subscribe订阅啊 然后呢开启呢这个下期提醒的小铃铛啊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好的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啊下期再见拜拜